這個部分的話 這個也是 我不知道怎麼發現的 這我當然也不是看書 我好像是自己踹一踹 因為其實他的事件驅動 你可以按照他的邏輯 知道大概他怎麼做 所以首先的話呢 我就推敲說 這個當什麼狀況 就是當某一個工作表 哪一個工作表 這個工作表 那實際上每一個工作表 都會有個獨立的物件 那工作表裡面的話 就有儲存格 也就是將來呢他如果變動的話 他會告訴你哪一個儲存格變動 那我該怎麼知道 第一個開發人裡面切到Visual Basic 那各位可以看到 他這邊旁邊呢 會出現一個專案 專案裡面的話 預設一定會有這些東西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特別注意 這個東西有沒有 序則一到九 實際上就對應到什麼 底下一個序則 也就是說你這一個工作部裡面 有多少個工作表 就會在這邊產生 多少個工作表 物件 他就是利用就是 你將來有幾個 他自動會幫你產生 如果你刪掉其中一個 那他就會扣掉一個 OK 那底下的話有一個叫 List Workbook 指的就是說這一整個工作部 那利用這些物件做什麼呢 就是說呢 去控制如果這個物件裡面呢 有什麼事件發生的時候 它可以幫助你去做 做後續的處理 那比如說呢 我們今天是在查詢界面裡面 這個裡面呢 當這個物件 它的工作表裡面怎麼樣 Change的時候 那Change的時候的話 它預設的事件 預設的事件叫Selection Change 當然Selection Change 在這邊感覺上應該也可以 不過我用過好像不是那麼恰當 我習慣用這個叫Change Selection Change 就是你選舉範圍改變 但是如果你剛好沒有選到那邊的話 那他就不會判斷 所以理論上比較精確的應該是用Change 當工作表裡面有被改變的時候 這邊Selection Change可以把它Delete掉 那他會傳進哪一個Target 這個Target指的就是 哪一個工作表裡面的哪一個Range 那這個Range當然也包括儲存格 一個儲存格也是一個Range 或者是大範圍的都OK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那我們當然要判斷的話 我就是什麼 直接輸入一個if 這個好像上禮拜有特別講過 if 那只是說呢 你要怎麼很直覺的 一幅什麼呢 那你就用這個Target 所以這個Target的物件的話 你就直接打上去 Target等於什麼 它會傳進來告訴你說 哪一個儲存格 那Target.address 等於什麼呢 等於哪一個儲存格 那哪一個儲存格 我印象中好像有兩種寫法 不過呢 後來呢 我就改成 但有一種寫法 等於什麼 等於Range 比如說C3的話 我之前是這樣寫的 Range 然後哪一個儲存 C3 C3 點 address 點 address 這樣子 這樣 不過你會發現 我們在雲端上好像不是這樣寫 我們雲端上面是怎麼寫呢 寫這樣子 是C3 C2 更正一下 所以這邊的話改成C2 好 C2 那雲端上面怎麼寫呢 雲端上面 不是寫這樣子 是寫這樣子 是寫這樣子 C2 那兩種寫法都可以 都可以 OK 那只是後來我比較了一下 好像用這個寫 怎麼樣呢 比較短 所以後來我就教這種方法 應該懂那個意思吧 因為我覺得如果程式 當然我講過了 我的程式 一定會越寫越短 如果比較長的跟比較短的 我會挑比較短的 做出來結果一不一樣 做出來結果都一樣 OK 所以不然的話兩種方法 你要不就是兩種多寫 要不然你就記這種就好了 OK 觀念上都一樣 應該知道我在講什麼 然後最後的end if 也就是說 如果當C2有改變的時候 做什麼 那我就做剛剛那件事 所以我們可以 剛剛已經有寫好 叫做查詢 那你可以怎麼樣 當C2裡面 有改變的時候 那我就做什麼 做call就可以了 你不用把那個程式call過來 你就直接call它就可以了 call查詢 它就會幫你查詢 所以這個時候 我應該知道吧 當這個有改變 而且一定要是C2 如果你今天是C3 它會不會理你 它不會理你 所以這邊是個中斷點好了 那比如說我今天 假設把這個delete掉 delete掉它有券句 但是呢 你會發現 你會不會放上去 它 告訴你的是C3 是不是C2呢 不是嘛 所以它會不會進到裡面 不會啊 所以會跳離 F8 OK 所以它跳到end if 有沒有 它不會去call查詢 好 那如果說我今天呢 確定是什麼 確定是什麼 確定是 這個改變了 所以改成2 對 是C2 改變了 所以 再來看一下 target.address C2 哎呦 C2 跟C2 兩個之間的話 是一樣的 所以呢 如果一樣的話 它會怎麼樣 它會跳到裡面嘛 有沒有 然後呢 call查詢 因為我們寫程序 寫在哪個地方 模組的話 那模組是一個 公用區 它就會跳到那個 查詢 所以特別注意喔 我為什麼一直強調說 你們將來齁 程序要寫在模組裡面 因為如果你寫在別的地方的話 恐怕到時候 有可能會呼叫不到 好 那就F8 就跳到哪裡呢 跳到模組裡面的查詢 然後它就怎麼樣呢 先把那個 這個 C2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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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特別注意,向下偵測如果有這個東西的話 請記住先把這個東西刪掉 因為這個其實不是在這個範圍應該出現的東西 那我們就是往下找 然後去找找看 第一個是不是不是 第二個是不是 是的 那就直接幫你去找到了 找到之後的話 那就是會一直往下 資料就幫你帶過來 那就是 特別注意我講過就是 因為我已經切到LUGA5 所以我要把資料帶回到前面一個工作表的話 必須要在前面加上什麼 加上哪一個工作表的名稱 然後再加上點range 也就是說這個range C3指的是什麼 是前面那個工作表的那個range C3 因為如果你不加的話 他會以為是LUGA5這個工作表的C3 所以這個有點像是資料交換 反正我這個我現在切過來了 那我不切回去啊 不然切來切去太複雜 我乾脆就直接這樣寫 然後就把資料丟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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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丟過去之後的話呢 那他就自動怎麼樣 幫我把最後的結果給做出來了 好那這樣的話呢 這個把中段點拿掉 OK 好那你會發現資料就帶過來 所以以後呢你只要有range 他就會自動幫你 幫你去把資料抓過來 那不過我上禮拜還有多一個 就是如果他刪掉的話 那應該裡面也要刪掉 所以如果說你這個地方是空的 那底下應該也是空的 所以最後是好像補寫了一個 就是當什麼 所以可以寫在這裡 如果他裡面是空的 所以if 那這邊的話當然就是 當這個裡面是空的 那我就怎樣 把全部這些都先清空 就不扣那個查詢了 所以這邊的話 我應該記得在這邊有寫這樣 所以這邊的話 你可以把它直接 copy過來 把它貼上 其實OK啦 不過知道寫什麼就可以了 不是說隨便 就是貼上就算了 好那這樣的話呢 就可以多一個就是 如果 裡面是空的 那我就把其他也清空 反之才去call查詢 所以這個地方做完之後 假如說我今天有資料 如果沒資料 他也順便幫我把它清空 OK 大概的程式邏輯是這樣 那雖然沒有幾行 不過將來這些東西 可以套用在很多地方上面 如果這樣 因為現在是縱向 如果你橫向的話 它道理也差不多了 只是說可能將來你要知道說 哪一個儲存格丟什麼東西 OK 所以這部分的話 給各位試試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最重要就是那個事件驅動 這個很重要 哪一個工作表的哪一個儲存格 如果有變動的話 那就去做什麼事情 所以我們是call查詢 那事件的話就是當工作表變動的話 那這個target.address後面的話 你就給它一個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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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絕對的一個儲存格位置 就是加一個$符號 就是C 而且好像你一定要加$符號 沒加也不行 所以哪一個儲存格 如果改變的話 那做什麼事情 那這個東西可以當成範本 以後的話 你可以在很多地方變動 我印象中 很多地方都可以派上用場 試試看 好嗎